你就会觉得 全天下的女子 都想嫁于你 此事我已经决定了 不必再说 凤尹 元启 你莫要在我梧桐岛当登徒子 赶紧给我解开 本神君不解 你干什么 元启 小神君 小神君 凤族传来消息 说 凤凰和妖皇即将成婚 成婚 凤尹和弘毅定在七日之后成婚 夏三姐都知道了 这是他们给您的请柬 千年前 凤尹涅槃诞生之日 胡王洪若 便带弘毅上梧桐岛提过亲 而且凤尹归来不久 便与弘毅走得很是亲近 这样想来 这桩婚事 也不是那么突然了 一个妖皇 一个凤凰 也算是天作之合了 神君你没事吧 神君 就这么办吧 二二三姐都知道 我与妖皇订婚之时 是 凤尹 神君 为什么要嫁给红衣 神君既然来了 不妨就说公事吧 什么公事 我就是来问这个的 回答我 我要嫁给谁 与谁成婚 不需要与神君商量吧 但你与阿九 你们不是只有 朋友之意吗 是朋友之意 不过今日无情 不代表日后有个无情 阿姨 不要嫁给别人 我不是阿姨 放手 不不放 我毫不容易把你等回来 不想放手 神君怕是忘记自己 亲口说过什么话 你说一只水泥烧 不过是你神君 一生中短短的一顺 阿姨与我虽有同门之意 但已不过三界过客 刚与阿静的种种 与我而言不过话不回顺 遭遇消散 阿姨与我 属性我是凤衣 是半生 并又能在一起吗 不是的 我当时那是因为 是因为什么 终归是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错一会儿是没错 不重要 我好过来 父王何故发愁 这凤衣与洪裔成婚 就不会再与元气有什么瓜葛 这对我们白鸟岛来说 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这事没这么简单 凤凰前脚提出翻案 后脚就结婚 这事肯定和案子有关 姝儿 我怕这事 不但会影响到你争夺天地之位 还会耽误蓝风的复活计划 不行 这两件事 绝对不可以有任何差错 必须得弄清楚 他们到底有什么谋算 我绝不相信 这桩婚事没有内情 我定要弄清楚 他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姐到处都在议论姐姐的婚事 看来姐姐是认真的要嫁给洪毅哥哥 不是装的 洪毅哥哥 叫得这么亲 分不分得清楚谁是自己人 阿九以前就对小师姑不错 这一千年来 未首小师姑 还在人间为她种下梨花树 小师姑 不会真的被她打动了吧 找到了 小师叔啊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说话 他们成婚是为了神光 神光 谁说 仙妖半神成婚乃会降下神光 他们是为了查摩 我就知道 凤尹绝对不是因为喜欢洪毅 才和她成婚的 你们看 可即便知道了真相 也没办法阻止成亲啊 是啊 小师姑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 她铁了心要做的事情 就没有谁能拦得住 不 嫁衣已备好 请殿下过目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要遭天谴哪 不劳神觉费心了 只要能找到那一个人 无论什么惩罚 我奉引自会丹下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选我 与我成亲 不也可以得到 神光降临吗 你不要再与我胡闹了 我没有胡闹 我是真神之子 要度过这天罚 不比你们容易得多 你就会觉得 全天下的女子 都想嫁于你 此事我已经决定了 不必再说 凤尹 元启 你莫要在我武藤岛当登徒子 赶紧给我解开 本神君不解 本也没想当什么登徒子 没想到 倒是条好路子 你似乎忘了 火凤 本就是混沌真神的命定神圣 你应当听从本神君的命令 现在 我要求你 跟我回青池宫 你干什么 元启 神君 我家殿下怎么了 凤云顶撞本神君 我要带他回青池宫里啊 凤云顶撞本神君 你干什么啊 凤云顶撞本神君 使不得呀 瞧 这凑劲 陛下 您还笑呢 这殿下都让人扛走了 他 是真神 我有什么办法 这年轻人的事啊 管不了 好 放下来 元启 到底要做什么 这是凤鸣仙缘的残骗 存储着凤鸣死前最后的记忆 你只要给我几日 待我将这个证完成 就可以找到凶手的线索 你是不是就 不用干红衣成婚了 神君有神君的办法 我有我的打算 你该不会真的觉得 我以红衣成婚 只是为了找到凶魔者吧 你 你们还有别的打算 别的事情 你就别管了 但我 别再闹了